近年来食安的问题频传 让国人对吃的安全更加重视 卢主区山鼻社区发展协会 就看中了自然农法的商机 积极推广鱼菜共生的种植技术 也就是让鱼跟蔬菜共用相同的水源 在没有土壤的环境中 建立鱼蔬菜和微生物的循环链 不但提高了蔬菜的养分 全程更不需要喷洒农药 让民众吃的更加健康 掀开斧板就能看到干净的菜根 完全不用靠土壤 单靠水和鱼就能种出漂亮又鲜脆的蔬菜 这就是卢主山鼻社区发展协会 这几年致力推广的鱼菜共生种植技术 让鱼和蔬菜共用相同水源 由鱼的排泄物供给蔬菜最自然的养分 再利用蔬菜过滤水质 真正达到鱼帮水 水帮鱼 鱼幼帮菜的共生系统 不用喷洒农药 是零污染的自然农法 我朋友有一次传LINE跟我说 然后他说你的菜放了两个礼拜 怎么还那么新鲜 然后我说有吗 我最多也放一个礼拜 你竟然放了两个礼拜 真的 连我都有一点意外 这套鱼菜共生系统不必换水 经过不断的自然循环 水质反而干净天然 不但省水 而且种出来的菜没有土臭味 反而更能尝出蔬菜的清香甜美 但是鱼菜共生的系统设备要价不菲 种出来的菜量却只有土跟农法的一半 成本多了一倍 菜量却只有一半 也连带使得种出来的菜比市场上贵上三成 曾先生原本担心菜太贵会卖不出去 没想到一推出就被抢购一空 甚至还要预定才能买到 市场的接收度我觉得目前很好 我的朋友很多都一直在等着我把菜种出来 然后他们要来食用 因为我之前的那个农场就是 让他们免费的采收 让他们就拿回去试吃 让他们吃吃看 鱼菜共生的菜到底长怎样 那么吃的评价都很好 非常的好 唯有回归自然 种出来的农产品才是真正对身体无负担的无价宝 芦竹山鼻社区发展协会也顺势推出了专属的QR Code 让民众轻松扫描 就能够知道鱼菜共生的原理 提高消费者的接受度 也希望有更多有理想的有机农友一起加入 一步步打造芦竹的无毒小农经济 桃游有线新闻 时代林芦竹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是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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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辞呜 谢谢大家